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上星期有一群TVB的鞍星跑去撐警 誰知撐出了大頭髮 很多品牌知道他們撐警以後 馬上就跟他們割席 原來才有曹永廉一炮五響 接著就有姚瑩瑩 姚瑩瑩何許人呢? 我本來也不認識 網民說原來她在外回家的時候 也擔任一個很受歡迎的角色 現在姚瑩瑩在Facebook不甘示弱 出了一個貼文 這個貼文以藍色作為背景 那貼文是怎麼寫的呢? 她說 正義的朋友 心照不孫 揮手驅 無限感謝 在心中 嘩 說得明白 正義的朋友是藍色的 即是跟藍絲揮手 感謝藍絲 繼續撐警 那些品牌看到後 好像嚇倒 馬上就發出聲明 比如說這個王朝敵雞正 她說 姚瑩瑩小姐不是我們公司代言人 提供產品 使用一次性質 藝人的言論和立場 不代表本公司的立場 特此聲明 即是割到一張爛 還有一個叫順順宜 這個品牌怎麼說呢? 她說姚瑩瑩小姐不是我們公司代言人 只是提供產品作試用而已 她的言論和立場不代表本公司 特此聲明 另一間是維美主義婚紗專門店 她說 就關於姚瑩瑩小姐的事件 本店澄清 她一直都不是本店的代言人 她的言論也不代表本公司的立場 本店在租借禮服給她的時候 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 當時也不知道她的立場 也未發表這些言論 本店再次抱歉 引起各位這麼多的不滿和不便 希望大家諒解 結果就是連環割席 她也是一炮三響 真厲害 所以大家就想想 為何品牌會和你割席 可能是因為擔心得失的主流市場 主流民意是甚麼 就是撐皇 撐警 撐警也不要緊 撐警至慘是撐警那班人的消費能力 即是成疑 那班人大部分都是口爽何包納的 每個孤寒度 人家打開門口做生意 最忌忌就是甚麼 就是你不光顧 用口撐有鬼用嗎 所以他們就要想想 那些撐警藝人 不管那些品牌是出於良知 或是出於商業考慮和你割席 你又要想想 到底你們的立場是怎樣 他們自己三思而後行 今天另外也有一宗消息 是關於TVB 有傳陳國強最快會在明年1月 卸任董事局主席一職 而根據另一篇報導所說 就是說TVB今年的收入 是有機會跌三至四成 那為甚麼呢 主要是業績 是難以達至收支平衡所致 即是說廣告費 是下跌的 到底為甚麼TVB的收入會下跌呢 又不要全部都賴這個示威遊行 等於當年14年 那些人生意差就賴佔中一樣 根本上是賴的 我們一起看看TVB到底有甚麼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件事 大家只要看看他的節目 大家不用只上網看看他的節目表 看看他的主角 他的當家小生花彈 我就察覺到一件事 喂 大哥 有甚麼可能你平均年齡是四十歲以上的 這些對比起其他地區的劇集 哪有競爭力 現在不是說甚麼年齡歧視的問題 而是說你拍劇集 當然是那些主角 找青春少艾的少男少女拍的 大哥 你找到的都是中年 甚至乎是大哥那些看都看得厭 還要找40歲以上的人扮年 為甚麼你有年輕的藝人用 其實以前TVB最早期的時候 你找黃韻詩、李美鳳、苗軒仁、趙雅芝 一出道的時候 鄺美雲那些都是十多歲、二十歲而已 你要找那些 當時翁美玲 拍劇集的時候二十多歲就擔正了 你當時找的是甚麼 楊千華多功能老婆 華嬸四十多歐 陳偉 以前九幾年的時候 現在阿時正在看 朱神麗都三十多歲了 你找苗可秀 那你叫別人的市民怎麼看 不是說年齡歧視的問題 真的不是 但你不可以找這些人扮年輕 然後做甚麼洪永成、黃浩賢 全部都過四字頭 周柏豪都35 那你怎麼看 你要找一些年輕一點 ViuTV的就是 就是《全民造星》製造一個姜濤 二十多歲 你減少一下看 作為了觀眾 有新鮮感 整天看來看 還看苗可秀和黃錦珊 你怎麼看 不是說不好看 不過看了幾十年 市民都可能會看到厭 這件事真的是視覺疲勞 你TVB以前都很喜歡發掘新人 也有很多年輕人 為甚麼你不給年輕人的機會 因為這件事很奇怪 當然他們怕票房 怕收視暴跌 找一些新人出來 就不懂 你現在都沒有人看 你不如大膽嘗試 以前你反而敢創新 夠膽嘗試 現在就抱殘手缺 恩秦苟且 哎呀搞不定 第二件事 你現在要和大陸的劇集競爭 首先你那些場景佈置 你又不夠人爭 是不是 人家整個影城 你TVB的影城 來來去去拍來拍去 都是那條古裝街 文國街 看都看得厭 是不是 看第一次就算 看一看一看 大概是認得出 好了 那些視覺效果特技 你又不夠人厲害 是不是 這些不用說 科學技術也不夠人厲害 劇情 你最喜歡的 TVB最拿手是甚麼 鬥爭 無論是爭產 或者是宮廷鬥爭劇集 這就是最拿手 唐心風暴 公心計 那些 富貴門 以職業為主 即是消防又拍一集 醫生又拍一集 護士又拍一集 什麼都拍的 這些是你最精於這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警匪片 這件事現在不用拍了 現在 警察的民望低到這樣 你就沒有了警匪 你只剩下鬥爭 這些職業劇集 但是問題是你已經拍了三十多年 對不對 以前其實不只是精於這幾件事 以前很多 對不對 比如說山水有相逢 飛越十八層 他來自江湖 那些題材是非常豐富 不是好像你這樣局限 就是你永遠靠這幾件事 就拍到爛臭化為止 這樣就不行了 對不對 你跟港產片以前一樣 有一段時間 哪些片種是可以收到的 就拍到爛臭化 那你就不行了 觀眾會悶 對不對 還有 你TVB最慘的就是寫本續末 現在開始搞了那些中港俠拍劇 喂 你講劇的就是最喜歡 就是觀眾最喜歡你 就是那股港味 對不對 你不可以遷就別人的口味 而且是拍的東西 你根本上就變成 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自我意識 別人叫別人怎麼看呢 喂 如果你放棄了自我意識 真的迎合大陸的觀眾 我是大陸觀眾 我為什麼不直接看大陸的劇集 我為什麼要看你呢 是不是 你那些對白 喂 你要夠絕核 你是要有你的獨特性才行 你永遠就要經過他的審批 所以你就很多事情 自我審查 自我製造 因為怕拍完之後 別人不批 那就死了 好像以前那樣 天師側位 現在側什麼位 是不是 又不可以有鬼 又不可以有靈異的情節 你就是局限了 限死了自己 有很多事情 反而現在現代拍不回頭 這件事是很有問題 這件事是 焗死了自己的題材 你不要寫本續末 你回歸香港本位 好過吧 而且最後一件事 就是面對環球的競爭 有Netflix 有中國大陸劇集 日劇和韓劇 由於互聯網真的太快了 接通了全球 別人在當地電視台首播 即晚就有些字幕推出 即使你不懂日語和韓語 可以有個字幕看到 如果你看西劇就更快 Netflix 簡直可以給你看 或者VOD 一擊進去就已經有看 所以你已經是非常落後 其實現在TVB 開始有少少部 阿時後塵的跡象 主要有三大現象 第一就是股權的變動問題 現在TVB 可能將會有第一次 但是如果你在兩三年之內 再出現這些股權變動 你就等於阿時後期 最後的十年 不停地換老闆一樣 大家就可以注視了 第二就是 會不會有裁員的情況 大家知道 阿時最後的幾年 是不停地炒人 又沒有糧出 又拖糧 如果你傳言說 你TVB裁員 是裁有幾百人 是屬實的話 最近年 是大規模的 電子媒體裁員 這是非常嚴重的警示 到底你知TVB是否穩健 第三就是 減少自家製作的規模 這件事是很致命的 其實我們之前一節都分析過 阿時就是死於這件事 他最後2003年的時候 還拍攝萬家燈火 找馮寶寶、潘翁等 去拍攝劇集 那時候我也有追 為什麼呢? 雖然他半個小時 但起碼是自家製作 起碼有些誠意 你不要整天都買了 大陸劇、日劇、韓劇 你找些人回來配音 嘴型都不回答 我怎麼看呢? 作為觀眾 這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 你以粵語本位 香港本位是很重要的 一旦你縮減自家製作 其實是不能回頭的 只會越做越縮 即是等於巴士縮班一樣 我舉過這個例子 沒有人回答 你就縮班 越縮越少人回答 越少人回答你就再縮 縮一縮就割了 就割線了 對不對? 你如果自家製作 你因為收市跌 收入跌 然後你縮減自家製作 你找些人去外判 好了 判一判他們沒有東西做 就轉行 好了,你又再縮減 因為收入跌 沒有人看了 你苟如苟之 你製造了 自行製造了 惡性循環出來 你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要中興你電視製作業務 你要多拍一些好的劇集出來 回饋社會 回饋觀眾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其實最出事的就是 你的新聞報 你的新聞報令觀眾 是霸體的 你拍得多好也沒有用 讓你再細拍大時代也沒有用 對嗎? 觀眾都不踢進去 不點擊 你說什麼呢? 對嗎? 你自己想想 無線電視 當然 有些電視台搞出來 就是為了賺錢 為了維穩 那就另計了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